眼下独孤皇后热锅 除了静静的嗑着小姐姐们的美颜 小可爱们有没有觉得剧中两个主角 两个配音的声音非常熟悉 没错 这部剧的配音阵容就是桂圈的四大金牌配音呀 要问乔温的配音季冠灵的声音有多强势 很多人看《真幻传》的时候 可能都以为这是孙女的原声法 但其实这么熟悉而温柔的声音是季冠灵所配 甚至在《米约传》中 即使孙女想要自己配音也没有不过导演 最后还是用了季冠灵的声音 其次男主配音就是我们的边疆大人了 声灵其境中 他酥麻而带有男性质感的声音 很失全分 并且本人的颜值也很高啊 女儿的配音乔诗宇也曾为很多热剧配过音 他的声音虽有着小女孩的矫情 但又不让人厌烦 其中最经典的应该是《三生三世》中的《凤九》啦 语气略显稚嫩 但后期也不乏狠力 很麻烦吗 我姑姑说这是偏刺的 很美的 再看男儿的配音演员呢 比起前三位 也许很多人都不熟悉张姐 但你们一定还记得那个最钟情的《温时初》吧 除了电视剧中贡献了精彩的配音演出 张姐还为很多网游中的游戏角色配过音 很可能大家喜欢的男生角色都是她 宝宝之相说这四大神级配音也太样二了吧 小娅影 相优优独播剧的 Accang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